我们正处于一个动画电影的复兴时代 这些基于玩具和漫画的IP电影 不仅能让观众眼前一亮 还能挖掘一些更深层次的主题 比如《蜘蛛宇宙》系列电影 和《忍者神规》变种大乱斗 就以独特的视觉风格和叙事手法 让各自的角色重新焕发风采 这些作品不仅满足了老粉丝 也吸引了新的观众 在这种背景下 从《蜘蛛侠平行宇宙》公布以来 就一直在制作的《变形金刚起源》 不仅问世时间晚 还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亮点 可谓是起了个大早 却赶了个晚级 《变形金刚起源》受到了 1986年《变形金刚》大电影的启发 后者的配音阵容堪称豪华 包括奥逊·威尔斯 罗伦纳德·尼莫伊和斯卡特曼 克罗索斯等传奇人物 而《变形金刚起源》则请来了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斯加利·约翰逊 布莱恩·泰里·亨利 基根·麦克尔凯 乔恩·哈姆 劳伦斯·菲什伯恩 和史蒂夫·布希密等明星 为角色配音 布莱恩·泰里·亨利配音的D16 尤其出彩 他对赛博坦的体质感到不满和痛苦 逐渐走上了成为邪恶反派 威震天的黑暗之路 亨利的真挚表演和情感流露 正因为影片中没有真正的人类角色 这种人性就显得更为重要 然而 影片的剧本并没有很好地展现 D16的成长轨迹 他对由乔恩·哈姆饰演的 赛博坦传奇守护者 郁天迪的复杂情感 都被过于紧凑的故事线所掩盖 影片忙于展现 寻物任务和背后薄弱的政治阴谋 却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 虽然发生在赛博坦的背景故事 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但这些内容都没有足够的深度或心意 来让人眼前一亮 《变形金刚》起源 试图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 来吸引观众的目光 然而 对于那些看过迈克尔被指导的 前三部《变形金刚》 真人电影的观众来说 影片使用的一些转折 就显得过于老套了 几乎是一猜就能猜出来 克里斯·海姆索斯配音的 奥利安·派克斯 在故事的开始 就与我们所熟悉的 秦天柱相去甚远 他在影片中的经历 并没有为这个角色 提供足够的发展动机 虽然他从一个 无权无视的能源矿工 到一个颇具威严的领袖 这一转变比较生意 但海姆斯沃斯 还是在这部 时长104分钟的电影中 表现出了角色 逐渐肩负起责任 这个成长过程 而随着最终决战的临近 他善良的本性 也让这一角色 变得更加讨喜 转变是影片的一个主要主题 《变形金刚》起源 却通过讲述 来将这一主旨表现出来 而不是通过一种更直观的方式 让观众去感受这一过程 但不管怎么说 这部分内容还是成功的 在奥利安·派克斯 和第16之间 建立起了朋友关系 其中最缺乏塑造的角色 大概要属 斯嘉丽·约翰逊配音的爱丽塔了 但这并非演员表演的问题 我们熟知的黑寡妇 在电影《她》 以及《奇幻森林》中 都带来了不错的配音表演 作为唯一的 两名女性赛博坦机器人之一 她被设计成了一个 毫无个性可言的女强刃角色 几乎整部影片都在苦口婆心地 阻止其他机器人惹上麻烦 变形金刚起源的世界和角色设计 大量借鉴了G1时期的设计 宽曲线 光滑 闪亮的面孔 比比皆是 也许是因为影片如此忠实地 重现了玩具外观 变形金刚起源 在角色静止时 有着最棒的表现 特别是在对话 或赛博坦真气波风格日落的 沉思场景中 这一太阳缓慢沉入地平线的镜头 可能是导演乔什·库利 在全片中制作的最出色的一个镜头了 变形金刚起源的剧本 基本上发生在赛博坦的地下首都 铁宝和地表的荒地之间 地下场景的剧情更具戏剧性 而地表则提供了更为有趣的视觉效果 在音乐方面 布莱恩泰勒的配乐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交响乐与电子乐的结合辅助影片 产生更好的叙事效果 也没有强化其动作场面的表现力 另外缺乏人类角色也让这部电影显得规模不大 这个问题在影片的开头就显露出来 当我们看到奥利安·派克斯爬上一座建筑 潜入档案馆寻找失踪的领袖时 他被几个比他大得多的守卫抓住了 但对于奥利安最初的提醒 观众并没有一个很详细的概念 在这些时刻 哪怕一个简单的参照物都至关重要 因为你需要了解角色们的位置 他们有多快 他们在朝哪个方向前进 这些基本要素 在变形金刚起源中 很少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变形金刚起源中 奥利安·派克斯与D16这对核心二人组 以及他们逐渐破裂的友谊 偶尔会激发出一些火花 虽然有着强大的配音阵容 和布莱恩·泰瑞·亨利的出色表演 但这部起源故事动画 只能说是浅尝辙止 浮于表面 G1风格的美学设计看起来非常酷 但变形金刚起源在动作场景中 实在是让观众很难辨别出谁是谁 擎天柱与威震天的对立 本来可以做得更具戏剧性 但变形金刚起源 只满足于各种双关笑话 和让人难以分辨的战斗 显然这部影片还需要大幅改进 才能展现出更深层次的价值